哈喽,大家好,我是光德厚乘 已经把东西收拾完了 产生的垃圾,一个装袋,一会儿扔垃圾桶了 晚上倒没人 洒沉,人挺多的 刚把东西收拾完 今天的目的地是到九泉 但是不到九强市里 到九强市里可能还有190多公里呢 今天是到不了 今天骑120-130公里吧 然后就休息了 明天直接到嘉玉关 行程越来越紧密 距离也越来越短 看情况吧 然后张业这边据说又有口罩问题了 但愿一切顺顺利利的吧 赶紧出发 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 九泉方向 国道312 剩下312国道就一直走 到九泉了 经过林子高台 完了 过不去了 前面那个县城好像有疫情了 不让过了 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往回返吧 先 走 往回返 出不来也过不去 先去312国道上 去问一问 林泽县的卡口让不让过 反正县城是不让过了 走国道试一试 过去问一下 看看是什么状况 前方执行500米 这过不去 完了 切菜了 过不去 太等一了 这过不去了吧 这家伙 过不去了吧 什么情况 干一下的 是今天造成 有疫情了吧 意思 昨天刚有的 昨天刚有的 我去 真是隔一天 我都过去了 我们从河北过来的 对啊 挑战一下嘛 后背咱的 廊房的 对廊房的 挺身意的 廊房的 手机拿上 手机收分就拿上 赶紧走吧 以后再有啥事 走了 好 差一点点困在里面 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他们在那等着 都是能够捐赠物资的 或者是回去 等社区接的 哎呀 这行程 真的是都打乱了 口罩问题 跟着屁股后边跑啊 紧追你啊 前两天 从阿德山又集出来 出来 一两天 就有了 疫情 这刚要出发 到九泉 还有一百多公里 到九泉 嘉玉关 刮州 这林泽建又有疫情了 而且还是从刮州感染了 这如何是好 心情不是太好吗 心情不是太好 先往回走吧 先回张叶市 退守张叶市 下一步再研究 早晨刚从沙景镇出来的 现在又往回返 返到张叶市 天不随人愿的 我预感不是太好 得尽快离开张叶 我得尽快离开张叶这边 这一路过去好多救护车 我决定了 离开张叶 去山丹县 心情有点低落 头疼 为啥 为什么感觉放两个都是悲伤的 前面两公里 黑水锅服务区 黑水锅遗址我都没去 就在路的两边 没心情去看 骑车现在也没有激情了 慢慢的骑吧 骑车算哪 这都是什么情况 是不让开呀 还是全不行了 这一个镇子上 想找个超市都没开着 这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是不允许开吗 这边超市也关着呢 这谁想把我渴死啊 是不是想把我渴死啊 太热了 这地方我好像来过上次 进入312不到 好像来过 在这边买的熟食上回 对我记起来了 上回在这买的饼 然后在这买的熟食 记起来了 记起来了 目前这种状态 还得赶紧的去山丹吧 不知道山丹县那边情况如何 哪怕是有个商店 也行 就那吃的 现在我就特别又特别饿 都快没劲了 感觉头有点疼 是不是中暑了 第一次感觉这么可怕 又渴又饿呀 但是就是买不到东西 找了个地方搭帐篷 找了个地方搭帐篷 在这里吧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张业呀 是我一辈子的痛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吧 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这趟旅行从张业就属于人在景图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有缘再见 拜拜